在福宝回国倒计时一个星期的同时 福宝新书中文版也终于上市了 江爷爷曾公开表示 这本书是他和福宝彼此最珍贵的礼物 或许是因为成书在离别之际 这本福宝每天都很幸福 对于江爷爷和福宝而言都有特殊的意义 众所周知福宝有四本书 江爷爷写了三本 宋爷爷写了一本 而江爷爷第三本福宝每天都要幸福 于去年年底在韩上市 该书从预售开始便冲上韩国畅销书排行榜 与前两本记录幼小时候的福宝不同 江爷爷介绍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福宝长大以后的故事 书中囊括了福宝成长的每一个重要阶段 江爷爷精心挑选了很多精美的照片收入其中 包括我们很多熟知的名场面 以及福宝和爷爷的亲密时光 甚至福宝很多不为人知的成长故事都可以从里面探寻踪迹 江爷爷爷之所以把这本书命名为福宝 每天都很幸福 一是对于江爷爷而言 福宝就是幸福本身 它像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宝物 带给了爷爷无限幸福 二是因为福宝和爷爷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幸福 希望福宝回国后也能带着爷爷的祝愿将幸福尽心到底 福宝洔 董家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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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